女人经常性的提这些潜台词 暗示你可以快进攻哦 潜台词一就是 会在心里一遍遍的规划着有你的未来 如果未来没有你 会感到不知所措 会想要一直的黏着你和你在一起 不管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很开心的 潜台词二呢 会问你 如果自己不在了 你会怎么样呢 很多的男人被这个问题都很烦啊 但是一个女人如果这么问了 那说明她是真的很在乎你的 她想看看如果她死了 你会不会很伤心呢 会不会另寻她欢 这样才能够看出 她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嘛 所以呢不妨轻轻的告诉她 如果她不在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和其他女人说话了 潜台词三 会想要知道你有空了没有 想要你陪她聊聊天 如果她对你没有意思的话 她会这样子打扰你吗 你觉得呢 只有对你有意思 她才会这么大胆的去跟你聊天 在你的面前呢 她从来就没有秘密 什么事情都会和你说 不过有很多的男人会觉得 女人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是因为呢 对人没有防备之心 所以才会对你这样 其实啊太小看女人了 女人这样呢 绝对是故意而为之 一般的女人是不会 随便的对陌生人来说自己的失事的 以上几点有看懂了吗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呢